监视器画面中一只小黄狗从下方走过来 嘴里叼着一只猫咪快步的往前跑 后头还跟着他的同伴 里长第一时间发现赶紧跑出去查看 但小黄狗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往前跑向路底的主人 主人发现猫咪之后赶紧抓起来 里长还马上拿着纸箱去装 原来这只猫咪受了伤 一开始里长还以为是狗猫在打架 直到钓院监视器 才发现狗狗是一路叼着猫咪跑回家 案情大逆转 认为小黄狗是在救苗星人 猫的腹部有撕裂性的伤口 那我看这个不像咬痕 这是好像割痕的感觉 那其他都没有伤 那很显然 那邻居告诉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咬的 蛮温馨的 因为狗猫之间的友谊 这起狗狗抢救苗星人的温馨故事 就发生在台南仁德区的城宫里 狗主人说这两只小黄狗原本都是流浪狗 因为经常跟它玩在一起 所以最后就收容它们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只小黄狗特别有爱心 总是会叼着其他小动物回家 主人惊讶之余 也立即打1999通报市政府 不到一个小时 就派人来把猫咪带走治疗 救了苗星人一命 民事新闻林俊平 陈子平 台南市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